冲袭 吃饱喝足赶紧跟我去抓蛇王了 小粉丝跟我说欺负他的是一条小五蛇王 好的 穿过狭小的夹缝马上去找他复仇 捣乱的小蛇有点多 一定稳住不要慌 这边没路了赶紧掉头往回走 跟我来 找到了 旁边的吸血鬼蛇王也想加入 快看 蛇王马上又复活在了我们旁边 喂吧 不好 讨厌的小怪物又出来捣乱了 哎呀开 糟糕 没路了 难道要凉凉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绝处逢生吧 去你娘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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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盘这条小五蛇王 把旁边挡路的圣诞帽蛇王也一块围了 好机会我们直接锁头 哎哎不可以 哎别 小伙伴们 这两条蛇王有欺负过你吗 被圣诞帽蛇王欺负过的Q666 小五蛇王欺负过的Q888 让我看看这两个小坏蛋欺负了我多少小粉丝 今天医病收拾了 替你们报仇出去 成功将两条蛇王纳入我们的包围圈 来回走位开始慢慢往里压缩蛇王们的生存空间 在我压缩蛇王的空隙能不能麻烦大家 给个免费的小爱心支持一下鸭鸭呢 谢谢大家啦 压缩过程有点长却十分精彩 一定耐心看完哦 看我如何一步步把欺负你们的蛇王 盘成一团团香喷喷的肉饼 加油 小伙伴们 如果有哪条蛇王欺负了你 一定记得告诉我哦 我碰到了都会帮你盘的 此时两条蛇王都已经乖乖缩成一小团了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话音刚落 小五蛇王就支撑不住凉凉了 继续给圣诞帽蛇王大力压缩 只要压编压得好 哪有蛇王盘不倒 对了 同款好玩的游戏我就放在下面咯 喜欢就点进来一起玩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